大家好,我是格子,我们都知道呢,有很多中国的富豪啊,在中国赚安全之后呢,却加入了外国国籍啊,去给外国做贡献去了。 比如陈天桥,他就是盛大网络的创始人,曾经是中国的前首富,他在中国赚的盆满钵满之后呢,放弃了祖国国籍,却加入了美国国籍啊,甚至更给美国捐了70亿人民币啊。 那么我国著名的房地产大亨,潘石屹夫妇,也曾经给美国的耶鲁还有哈佛大学捐了6亿人民币。 那很多网友呢,对此都表示非常的愤慨,你是在中国发展,在中国挣的钱,当你有钱了之后,不想着报效祖国,反而加入其他国家的国籍,去给其他国家捐款,给其他国家做贡献去了。 但是我们中国的富豪当中呢,并不都是这样,有一位富豪曾在美国捞金27年,坚决不改国籍,如今带着1200亿的资产,带头撤资美国,报效祖国。 那他呢,就是李开复,那李开复的祖籍呢,是四川成都人,他早年呢,就在美国留学,可以说他拿到美国立卡呢,是一如反掌的事情。 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,大学毕业后的他呢,曾在苹果、微软,还有古锅等世界知名企业,做过高管。 我们都知道,这些知名公司都是世界的巨头,能在里边做到高管的职位,能力是非常强的。 那李开复呢,并不满足于现状,辞职后的他呢,成立了自己的创新工厂。 要知道他的创新工厂,在美国乃至世界上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。 可以说李开复加入美国国籍是一如反掌的事情,而且美国也向他抛出了橄榄枝,但李开复丝毫不为之动调。 他从没忘记他那颗中国心,那么在美国捞金27年,功成名就的他呢,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带头撤资美国。 这无意对美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 有专家预测,李开复的带头撤资至少使美国损失1200亿。 不仅如此,李开复还劝告投资他公司的合伙人,希望他们也来到中国发展。 这件事情呢,无疑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。 有很多网友直言,李开复好样的,你才是中国企业家的榜样。 还有网友直言,中国应该多一些这样的企业家。 好,那朋友们,让我们一起为李开复点赞。 好,那朋友们,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? 有什么想说的,欢迎在留言区留言,咱们相互交流。 喜欢就关注格子,关注格子。